那跟你怎麼看 因為呢 ASMO他就說 溫彼得說 ASMO是沒有要放棄 中國大陸市場 持續會對中國大陸 出售光科技 然後還說 大陸就是僅次台灣 跟韓國的第三大的市場 他還說 你都不准我們賣 大陸自行去發展 半導體設備 是合乎邏輯的 最近來看到 他真的拉韓國 然後呢 包括說什麼呢 要圍堵中國大陸的 這個相關晶片的問題 但是呢 三星Q1的利潤 就下減了95% 李在明 韓國的在野黨領袖就說 真的感到很失望 影席院完全沒有守護 韓國的產業跟企業 Intel的Q1 也是下跌了36% 到117億美元 地劑虧損28億的美元 但是呢 中國大陸你一直圍堵他 他遲早也要造出來 最近說 中國大陸科學院的前院長 白春梨老師 到長春光機所 給予EUV光源機 高度的肯定 希望能夠趕快 解決卡脖子的問題 這個韓國跟 三星跟英特爾下滑 那完全是第一季的訂單 這個是全球性的 台積電也一樣 對啊 對不對 我覺得ASML是 很篤定就是7月 之前不溯及既往 而且7月他 這個不出口的DUV 可能只限於最高階 其他還是照賣 我估計他會這樣做 那反正坦白說 拜登你做個樣子就夠了 拜登也沒有放廣 荷蘭 那他當然 他本來是很不願意 大家都知道嘛 所以 我覺得三星跟海力士 也會有類似的 這個 反正 對策啦 相應的對策 今晚影席 因為這次去廣義的 是跟拜登發表的 那個華盛頓宣言 對 可是執行到細節 坦白說啦 你說 美光如果出事 你要三星不去補那個缺口 你怎麼查 是 我才不相信你查得到 那個三星跟海力士 在中國大陸有這麼多的行銷點 你怎麼查不到 因為美國就是要求說 我們美光不能賣 你三星海力士 也不能賣給中國大陸 對嘛 所以我是覺得 ASML也一樣 對 坦白說 我覺得他們都在觀望 反正 你拜登 我就跟你走一下走一下 那我就比如說 最高階的 我就暫時不賣 那接下來就再看吧 所以我們看到 ASML的第一季 在中國的訂單是增加了 對 就再趕訂單嘛 還不能賣之前趕快買 就先下單 然後反正就不說其既往 我覺得接下來 還要再觀察一下 美國的相關的企業 到底美國能夠要求到什麼程度 光Intel它 基辛格之前上上禮拜 還去中國大陸了 是啊 對啊 所以你說你在G7說要 不能夠投資 中國的高科技 那 看到Intel又加了一句話說 不說其既往 我真的不知道他要如何處理 因為我最近看到一個例子 是這個Lum Research 就我們叫柯林吧 柯林他就仔細去問商務部 到底他哪些東西不能賣 對這個柯林到底商務部說 怎麼樣東西不能賣 你會不會搞了半天都是 叫別人不能去中國大陸投資 結果呢 美國自己開了好多好多的巧門 對這個Lum Research 他是做製程設備管理的公司 美國也是三大 結果他就搞不清楚 他到底什麼東西不能做 你知道嗎 結果就去跟美國商務部 check了一下 結果意外發現自己跟中國大陸 又多了好幾億美元的訂單 就是還可以做 我這先可以做 就是去敲一下 又發現有好幾億美元可以做這樣 所以我是覺得坦白說 就是到底美國商務部 就是那個政府要硬到什麼程度 而且金銘要選舉 你這樣下去 你也會得罪高通 對沒錯 高通損害是很重的 對不對 那你不准英特爾去投資 中國大陸的半導體企業 其實這個就商業策略來講 也是不聰明的 是 因為他就是想要了解 中國的新創在幹嘛 他事實上等於在半收集情報 那他只是簡單的參股 然後建立了一個 未來可能合作的名單 這個除非你就認為 就是一刀兩斷 我覺得美國的高科技企業圈 不會這樣思考 但我還是一想說 中國到底在做什麼 對啊 那你倉股就是一個 很好的參與模式 投資也是對不對 結果你現在兩個都要斷 所以我覺得大家就邊走邊看 我說實在話 這個大家也不認為 甚至連那個Nikki Kelly都說 拜登第二任做不完 可能活不到那裡 不不不 這個是另外一個 但是我們 我聽到Nikki Kelly我真是嚇壞了 他事實上不是在詛咒拜登 他是在說你們要支持 那個Kamela Harris嗎 他事實上他的主題是在這裡 所以難道你們要讓Harris當總統嗎 他的意思是這樣 好啦希望祝福拜登身體健康 一樓 好蔡委員 最近據說拜登又要撒錢囉 110億美元想要發展 尖端維晶片 好然後美國的商務部長雷蒙多就說 我們美國我們要重獲未來研發的 還有這個技術的領導地位 保持未來數十年的領先 好首先呢 北京先說話了 美國在脫鉤斷裂 還脅迫盟友 配合對華遏制 自私自利的行徑不得人心 中方堅決反對 為什麼呢 因為最近中國大陸不是在想說要這個 制裁美光嗎 那金融時報就報導了 美國向南韓 提出來 如果說美光真的在中國背禁 那你南韓的三星電子 SK 海力士 你都不要跟中國做生意 你不可以增加你的銷售額度 你要讓其自食苦果 但是美國 這個不是在害慘韓國嗎 好不容易這個要做生意的時候 半導體產類其實跟其他所有產業一樣 它有個很有趣的商業邏輯 就是說你花越多的錢 成功力越高 但是花越多的錢不保證你會成功 這是一個很有趣的現象 那半導體產類 所以坦白講千年很廣 從最上有的晶片設計 以及晶片設計所用到的設計軟體 然後設計軟體了以後 還有很多的半導體的製造設備 製造設備製造的材料 然後再進入製造工廠 然後最後製造工廠出來要檢測要封裝 然後它要上市 這麼大的一個過程 美國有沒有哪一端 是他所講的 是現在的領導地位 沒有每一端都領導地位 他只能證 比如哪一端他的 其他的沒有 比如製造 設計端是他的 台灣是比他強 對不對 然後設計端 也不是每一樣的產品的設計 他都讚 比如高通 在通訊很強 那對不起 大家可能不曉得 台灣比他還強 真的比他還強 那你說那個輝達 它是GPU的圖形處理器 真的現在是全世界最強的 可是從上到下 都台灣挖銃的工程師 那如果你中國大陸 拷貝都台灣挖銃工程師 因為什麼 簡單嘛 輝達的直運長 就是台大電機工程系畢業的 這就是一票 因為台灣當時 就從這個東西裡面 就一點點敲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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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來的 那請問你一下 你美國說 哎呀 我要花多少錢 哇 這個110億美元 110億美元能幹嘛 你知道嗎 台積電隨便搞個廠 就300億起跳 對 一個廠就300億 對 三百億起跳 所以我不知道110億 他在講說研發設計 我跟你講這110億 大陸也花得起 日本也花得起 德國也花得起 其他國家坦白講 不太容易花得起 可是花得起 不一定會贏啊 對 Intel以前花多少 最後還不是兵敗如山倒 被高通弄了一塊去了 手機他也沒有跟上 被那個輝達搶去了 他的這個 還是乖乖跟輝達買凸顯處理器 我印象很深刻 輝達剛成立的時候 想這什麼台灣人搞的 小公司在幹什麼 還跑到台灣來募款 希望大家投資 我知道有幾個朋友 都不想投資 那幾個企業老闆不想投資 那有投資的幾個中小老闆 現在躺在家裡面準備退休啊 所以這個東西沒有打包票 所以不要以為 我花了110億 搞個國家半導體技術中心 我就能夠維持數十年的領先 那是吹牛 那一樣的道理 中國曾經在開始做 半導體製造的時候 搞了好多廠商都關起來了 為什麼 所託非人 弄了一堆潮興城來搞工廠 當然搞不出先進的工廠嘛 好 那中國現在繼續教訓 找一些我們講說 就是credit過關的 信用過關的 找華為去搞 找誰去搞 現在重新整建了 注意到要精準的花錢 這個就是大陸上負責產業政策人 很重要的責任 要有很大的眼光 以前蔣經國悶著頭 張宗謀 今年也虧錢要補 明年也虧錢要補 真的閉著眼睛眨的 這才眨出台積電 然後那個什麼 聯電不行搞出聯花科 是這樣一步一步這樣弄出來 那以前花很多錢搞友達 友達就垮了對不對 所以這東西沒有打包票 台灣有很多的半導體廠 很多的廠 科技廠 投資失敗是很正常的 可是運氣好 有幾個開發結果 沒有辦法說 我從最上游到最下游的終端 整個生產程序 每一關都突破 對 沒騷擾啦 用台語講說沒騷擾啦 所以我是覺得 大陸上要加油啦 但是這個時候 美國認為他還有優勢 他就拼命地卡大陸的脖子 那這個雖然講說 毛鳴講說不得人心 可是問題就是 那幾個小傢伙都聽他了 日本聽他的 韓國 台灣也聽他的 他就覺得得意洋洋 我現在佔了優勢 沒有關係 如果今天這些製造程序 中國的這些年輕的理工科的 這些畢業生或者研究人員 工程師沒看過 重新摸索 那我相信要花很多時間 對不起 連EUV中國的工程師 早就看過了 就簡單啊 就像那個什麼 中國搞航空母艦一樣啊 以前中國工程師沒看過 航空母艦裡面長什麼樣子啊 從烏克蘭拉了一條破船 叫瓦格良要回來啊 弄一弄現在變成遼寧艦 好像還可以做訓練艦 又現在改成作戰艦 對 就是這樣的規模 為什麼 但是中國那年輕的孩子們 很聰明啊 數學非常好 那個物理化學非常好 沒看過了 師傅沒有領進門 那當然沒有搞不出名堂了 給他摸到了 看過了 他比誰都厲害 所以我不認爲什麼EUV 可以擋住中國這些年輕的工程師 我也不認爲 你知道什麼 什麼三奈米的設計軟體 中國工程師不能攻克 沒看過 真的沒辦法 都看過了 我就看你 你能夠比賽多久 你能夠撐多久 他不相信 他不相信 你也不相信 他不相信 你身體 他不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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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以這麼下午